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江西老表应该说有名的厉害 结果网上出了一条消息 又带录像 又带说明 也就是在这个星期的15号 老表火了 跟谁火了呢 跟党火了 大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他说江西南康上万人堵了高速 掀翻了警车 文章里直接提到说15号的上午10点钟 江西赣州南康市上万人聚集在105国道上 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至少有9辆警车被掀翻 高速公路整个被切断了 那有关现场的图片和录像呢 目前在国内的大的网站上呢 正在流传 下午4点钟呢 当地政府发出通稿说 部分家具业主应误解家具企业新税收征收管理办法而引起了事件 大家要明白哈 凡是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政府永远没错 党永远没错 上万人都误解了 也就是一句话呢 把江西老表给骂了 全是文盲 看不懂政府发的通稿 那政府呢 又发出短信说 原定15号所执行的有关家具征收管理税收办法呢 暂缓执行 你看 他就是管用 他说 请广大市民及各家具业主相互转告 保持克制和冷静 政府将会妥善解决 以音的文章里解释说 就是南康市从6月初准备以整合整改为主 取地为府之名 所以别更改税收 网友说 官方的措辞总是 第一 就是老百姓误解了 第二 就是部分人员遭到了挑动 他说 总结一句话 说老百姓都是傻叉 网上同时呢 有一段录像 不到一分钟 我看过之后挺有感触的 前面跑的是警察和这些税收的官 税收人员 后面是老百姓 当时我看过之后呢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虽然是用手机录的 但是整个有一种大片的感觉 满有气势 它概念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老百姓真起来了 你看看那气势是什么样 那咱们就欣赏一下 那咱们就欣赏一下 老百姓真起来 老百姓 然后开始 咱们就欣赏一下 好 年轻人 绿坝事件有了最新的发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他得到了一个国内网站的一个消息 文章直接说 网友揭露绿坝软件的军方背景 文章里直接就提到说 绿坝软件的开发商 郑州金汇是有中国军方背景的 而软件很可能是一项军方的科研成果 他上来就提到 说有关这家公司的这些头上 说包括董事长叫做赵慧琴 总工程师汤淮李副总李毕成等等 提了六个人 然后他就网友就在网上去查 这几个人是谁 他首先就提到这个李毕成 说李毕成是项目的开发人 项目的带头人 这家公司的技术总监 但是在相关的专业行业当中 查不着这个名 也就是没有李毕成这个人 结果老百姓挺厉害 查着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毕成 发音一样 字不一样 这哥们是谁呢 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系的教授 整个金汇所申请的三项专利当中 这位李毕成占了两项 所以目前他依然在这家军方所所属的 计算机学院的任教授 而另外一位项目经理叫做彭天强 他说这哥们用了真名 结果一查 他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教师 然后呢 文章又引用说在早在2006年 金汇公司财务总监叫做梁宇云 在一次演讲当中明确说 该公司的CEO叫做张成民 而该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张成民 他妈 他妈是谁呢 就是赵慧琴 所以说了半天是一家子 所以文章里就说 这家公司是有军事背景 但我看过之后呢 给我的感觉呢 又是另类 什么意思呢 这些这个科研项目 如果是军方的 如果是信息信息大军 解放军信息大学开发的 那是是国家的钱支持他们开发的 对吧 它是军费 开发完了之后 搁几个要挣钱 这是咱们门清的事 这是咱老百姓 所有老百姓所奋斗的目标 所以就演化出一个民间的公司 还是搁几个认头头 把学院里的 把军事学院里的科研项目 给他民用化 再反过来 卖给国家 而国家呢 又要求所有买个人电脑的人 都安这个东西 您说这是个东西吗 您说有这么发财的吗 您说有这么欺负咱老百姓呢 所以普通老百姓正说 老说现在政策好 我们得可以挣钱 您挣什么钱 把钱 把您的钱给挣了 您都不知道怎么挣 好的 这是 director的 先来 检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